屏东消防队下午出动云梯车前往校园救援 成功救下女老师 记者翁真霞翻社分享 一名理直的王姓女代课老师 今天中午回到原来教书的学校 原说要找朋友 没有想到竟跑到四楼天台 徘徊在采光照的平台前 学校师生惊吓不已 立即通知屏东消防队前往救援 并出动云梯车及气垫 经过二十分钟的周旋 消防队员总算成功将他救下送医治疗 索性并无大碍 据了解 这名女老师情绪不稳 学校今年未在续品 今天中午十二时时 他到学校说要找朋友 后来不知道何故 下午二十二十五分左右 被学校师生 发现他在空中走廊的采光照前徘徊 医药跳楼 校方发现后立即报警 屏东消防队拒报后立即赶往 并在下方铺好气垫以防万一 结果这名老师还与消防队周旋一番 气垫拉到哪里 他就转往另一方向 消防队员还出动云梯车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一名消防队员趁他不注意时 终于扑向前去将他拉下 结束一场虚惊 女代理老师尽受擦伤 并无大碍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 才是最好的路 求救 请打1995 要救救我